好了,各位同学,休息好了吗?是这样子的,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道题目,可是这两道题目的难度呢,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高了,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两道五颗星的视题,所以呢,大海老师在这里,是允许各位同学也可以休息较长的时间,一定要养精蓄锐,养足了精神,然后认认真轻地把我们的两道题听明白,所以呢,在这里如果你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,好像还是精神状态不太好的话,那大海老师可以,也希望你能够这一段先停下,先好好地休息一下。 再回来听课,但是可不要一休息过了一周,才回来哦,这个就有点太长了,对不对啊,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,好了,那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了,现在浑身精力充沛了,精力旺盛,那就跟随戴老师赶快来挑战这两道五星级的难题吧,好,我们来看一下例子,如图,学校操场的400米跑道当中呢,套着一个300米的小跑道,那外面这个大一点的,这个是400米的,然后这边又套着一个300米的, 它们由200米的路程相同,那很明显的图当中,看得出来是不是应该就是右半边,对吧,然后呢,甲乙每秒钟6米的速度,沿着大跑道逆时针跑,一亿每秒钟4米的速度,沿着小跑道顺时针方向跑,在这里都给说清楚了,同时从A点出发,现在问的是,当他们第二次,在我们的跑道上相遇的时候,甲一共跑了多少米, 那问题问的是,甲跑了多少米,对吧,那就是求自己甲,自己从头到第二次相遇一共跑了多远,对不对,速度给你了,每秒钟是6米,所以只要知道甲跑了多长时间,是不是就OK了,好,那我们接下来的任务,只要把时间搞定,是不是就OK了,那因为有甲乙两个人,很明显一看反向行走,很明显两人做的应该就是一个相运动, 那所谓的这个甲跑的时间,说白了是不是就是两人到第二次的相遇时间,是不是就OK了,可是这一套题跟我们很久以前,或者我们熟悉的题目相比,或者跟第三档期,大家会发现,它跟第三档期有点像,跟我们前面的很多题目,是不是有区别就在于,甲一两个人是在同样的一条跑道上跑的吗,不是,不是的,一个是在大跑道,一个是在小跑道, 也就是这里面的A点和B点,是不是成为了这两个跑道的分界点,诶,听到这个字了吗,这个词分界点,咱们在第三的时候还记得吗,左半边是正常的跑道,右半边是凝硬的跑道,诶,那个两点,你是不是也作为了分界点,当时大家老是说了,那对于这样的题目来讲,我们在做的时候,是不是要通过这个分界点,把我们的这个过程分成好多段,一段一段来研究吧,对不对,那照题是不是也是一道典型的这样的分段研究, 只不过它给第三更近了一步,咱们第三好歹还是一个跑道分两半,对不对,这彻底就给你来了,俩跑道,但还好啊,右半部分是,一样的,一样的,对不对啊,是重合的,好了,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,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, A比两点就不得不成为我们的临界点,我们在讨论的时候,这两个点一定要提高警惕啊,好,那接下来咱们开始慢慢分析,首先,两个人同时都是从A点出发,一个向右,一个向左,跑不跑,那么甲的速度快,乙的速度慢,那大家想一想,深界点嘛,那么你想一想,谁会第一次先到达B点呢,是乙还是甲? 甲,为什么呢,甲快啊,不仅仅是因为甲快,还因为两个人从A点到B点,是不是都需要各跑200米,跑的路程的,是不是都是一样的,然后甲的速度快,那自然而然,谁会先把这200米好玩,甲,也就是甲会先到达B点,然后以这个时候,是不是还在这里,向B点进进当中,那自然而然,接着往下,两人是不是就会第一次相遇了,所以他们第一次相遇的位置, 是不是应该会在B点拼右,一点的距离,对不对,那他们从出发到这里相遇,相遇问题要求时间嘛,路程合适多少? 四百米 就是一圈大跑道的长度嘛,对不对,那就是四百米,然后除以两个人的速度和,六加四,OK,可以很容易算出来,两人从出发到第一次相遇,是不是应该经过了四十秒? 嗯,好了,这个第一次还是比较容易的,对不对,那但是你看,题目比较狡猾,对不对,比较狡猾的把打底,对不对,他问的是第二次, 呦,这个第二次,咱们要好好想一想了,两个人在这里相遇之后,是不是继续往下跑? 跑,跑,跑,跑到这儿,已到达B点之后,数据跑到小跑道上去了,然后假,是不是就继续再往上,按照这个形式,会不会第二次在这个地方相遇呢? 对不对,感觉有可能,对不对,但是能不能保准一定是这样子的? 不知道,不能知道,对不对,这是我的一感觉,但是我们说数学一般来讲,更相信的是什么? 具体的数字和证据,对不对,就是我需要通过计算来说明,他们会不会在这里进行第二次相遇, 那你看,在这里的话很明显,哪个地方就成为我们很重要,必须要讨论的了呢? A点,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分界点,A点吧,大家想,如果已先到达了A点,假还没到呢? 那很明显,两人肯定是第二次,是不是就在这儿相遇了? 但如果当已到达了A点,假都已经过去了,那就遇不着了 那是不是就遇不着,只能在第二次相遇,可能就在下边了,对不对? 所以接下来,咱们说点讨论讨论,到底接下来谁能先到达A点吧? 好,那不妨我们来看啊,两人从出发到第一次相遇,是不是经过了40秒? 那么,已的速度是我们每秒钟跑4米,所以已是不是应该跑了40乘4是160米,对吧? 然后呢,从这里再跑回到A数之后,一圈就跑完了,那么已跑的小跑道一圈是300,跑完了160,所以还差140, 那这个140再除以4,是不是也就需要经过35秒钟,哎,我们的几,是不是就回到了A点? 那接下来,有两种方式来计算,到底假是不是在以前还是以后到达A点? 一种方式就是你看,已是不跑到假第一次相遇,是不是在这儿? 你看它需要再跑,是不是就是160米,对吧? 是不是就是剩下这一段,就是已刚才跑的吗? 跑160,是不是到达A? 你算一下那个时间,但是可能有同学就有点困惑了,因为160除以6,好像目前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掌握的计算水平还没有办法来解决,那不要紧,这里代表是提供第二种办法,你不是已经知道已回到A的时候经过了35秒吗? 那咱就看看,这35秒假跑了多远,如果假跑了35秒跑得没有到达160米,那你想想,它是不是就没有到达A呢? 那如果超过160,是不是早就过去了? 好,35乘6,算一算 210米 210米,呦,210米,已经比160多了,那也就是说,当我们的已到达A点的时候,我们的假数已经早过了,对不对? 已经又跑到了右半边,所以,多跑了50米,所以两个人,第二次相遇就不大可能在这里出现了。 那OK,继续往下走吧,再往下走,是不是很有可能第二次相遇是不是在这儿了? 但是这有个问题了,这是第一次效益地点,对不对? 第二次是在1的左边,还是1的右边呢? 这哪知道? 啊,人家说这哪知道?当然了,你不去研究这个,也不会影响我们后面的解题,但是在这里,咱们毕竟作为精彩班的同学来讲,咱们肯定应该把每道题挖掘得更深入一些,对不对? 好,在这里大家稍稍地,大家稍稍地,大家稍稍地解释一下,这个到底是在B点的左边,1号位置的左边还是右边? 大家来想啊,在这个1号位置第一次相遇的时候,是不是都是从A点突发,跑到这儿了吧? 现在,你是不是回到了A点? 假数应该相当已经在这儿了? 那么你看,这样子的话,两人如果再相遇,从这个时候算起,他们所走路程和,是不是就不是400米了? 要比400米小,少多少,刚才大家都说了,对吧? 这一段是50,对不对? 那就意味着路程和变短了,速度和没有变,所以他们第二次相遇的时间,是不是就应该怎么样? 从这个地方相比,肯定比你从这里跑的,是不是要短一些? 好,那相遇时间变短了,就意味着你第一次,是不是从A,花一段时间,是不是跑到了这儿? 第二次,是不是还是从A,但是花了比第一次较短的时间,那它跑到路程呢? 是不是也会稍微短一些? 所以第二次相遇的地点,大致应该在一号位置大,右边,能明白这段叙述了吗? 当然这个能理解的最好,不理解也不会影响我们解题。 好了,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,那么从第一次相遇到第二次相遇,两个人又合跑了多少呢? 来,大家看一下,已跑的是不从这里开始,到这儿是不是就结束了? 是不是正好就差这一点,把这一小圈跑完了? 所以,已跑的是不应该是一个300米,少一小段吧? 那咱们把这个问号来表示一下,表示少这一小段。 然后呢,甲是不是从B点,从这个地方出发? 跑到这里,是不是第二次相遇? 它是不是跑了一个400,恰好多这一小段吧? 而最后我们要求的是两人走的路程,合,那就需要把这两段,加起来。 那你看,减的加的都是一样的,所以最后一加完,它俩就抵消。 那么从第一次相遇到第二次相遇,甲一两人就一共合跑了? 700米。 700米。 好了,那又跑了多长时间,是不是又能算得出来? 好了,全部时间搞定了,甲跑了多远? 也知道了。 知道了吧。 好了,同学们,那历史教题我们就分析完毕了。 能听明白了吗? 读到这儿之后,我教的同学会有这样的感觉。 这套题你觉得很难思考,或者真的想不出来怎么做吗? 其实不是特别难以想象的,对不对? 只不过它就是过程相对来讲,被分的比较了细致一些,对不对? 分成了好多段,需要我们同学耐心一些,认真一点,仔细地把每一段的过程研究分析清楚。 接下来数据变得很简单了,当然了,还想要有挑战精神,想要挑战一下自我极限的同学。 那你不妨想一想,那第三次相遇呢? 第四次相遇呢? 你愿意的话,多做一做,你会发现。 如果你做到了第三次之后,如果我问你第四次,你都不用算,直接能口大答案是多少? 留个小小的课外思考题,大家愿意的话,可以研究一下。 好了,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解体过程,再来回顾一下,顺便好好理清我们的思路。 夹一两人只能在AB右侧的我们的半跑道上相遇,第一次相遇合跑400米,用去40秒,此时夹一两人各跑了这么多。 那么已到达再次回到A点的时候,需要用去35秒,而此时夹跑了210,已经过了A点,所以他们只能在B点右边的某处合以跌二次相遇。 然后从第一次相遇到第二次相遇,经过刚才我们的分析,他们应该一共合跑了700米,用去70秒。 第二,从出发到第一次,用去40秒,从第一次到第二次,用去了70秒,那一共花费了110秒,乘以假的速度,一共跑了660米。 好了,这就是我们的这道题的详细解答。 那最后这道题,大家来实际给同学们两点建议。 第一个,分段形成,找好分界点,它就是我们分段的标准。 第二个,分段讨论,逐一研究。